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Dorio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各位同学 很抱歉 今天因为我做了一件 极蠢的事情 所以 我现在必须要默写我们的讨论体格 好 这个 然后听到一声不响的東声 手还乱按着 就会发生这种惨剧 不过因为我看大家的东西 还有这个 其实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 还算是比较明确的 所以待会儿呢 如果说有一些遗漏的地方 因为是 重新用回复记忆的方法 来抓那个问题 所以如果呢 你在你自己的共笔里面 提出了什么问题 可是被我漏掉了 但是你觉得说 怎么没有讲到这个 那一定要提出来 因为我今天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依据 就被我手很贱的弄错了 好 不管 那我们今天 这一次做共笔的时候呢 大家遇到很大的困难 主要的原因是说 这张这个章节 是配合的比较不好的 所谓配合的比较不好 就是说 有的作者认为 这个部分重要 他就写 那有的部分呢 有的作者觉得 这个已经排除在 排除在应该讨论的范围之外了 所以就没有 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出 时代的差异 有同学在写共笔的时候呢 非常诚实 而且小不满地提出说 他觉得这张有浓浓的八股味 实际上这是有一点 时代因素的 就是说 这个待会我们也会讲到 我们今天大概会分 两个大的主题来看 一个是关于社会的 一个是关于文化的 那在文化的部分呢 我们的那个重点 就会放在说 华语教学与文化的关系 怎么样从所谓的 宣扬中华文化 到变成你必须去解释 你的文化 这个解释 不见得是辩护 那也许是对你的学生解释 让他们能够理解 然后像社会的部分呢 也牵涉到一个 就是从前 在从前的那个 相对稳定的世界里面 那可能任何东西 它都有一套 所谓的标准 那那个标准 可能会制约人的行为 那同时我们在 教语言的时候 我们也把这些标准 当作是依附在 不知道该说 语言依附在 这个社会行为上 还是社会行为 依附在语言上 反正我们就把它当作 一个固定的标准 然后我们也 教学者也会很自觉 或者不自觉地 把这些东西 带给你的学生 但是当然在今天 这个时代是 很多事情都是 跟以往是不一样的 至少跟燕老师 当年写这本书的时候 那整个社会环境 还有对文化的 这个想法都不大相同 那我们等一下 就可以来讨论一些 很好玩的 各位在贡笔里面 提出来的问题 我希望我不要 遗漏太多东西 好 那在那个之前呢 请大家先看到 我今天发了两张讲义 这个是需要 补充说明的东西 第一个是 这个附录三 大家看一下这个附录三 附录三是教育部 对外华语教学能力认证考试 科目大纲 这是今年的最新的一份大纲 其实没有多大的改变 看内容的话 没有多大的改变 那之所以印这个给各位 当然是 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下说 这个所谓的教学能力 基本的教学能力 到底是哪边 很具体地 从他这个考试的项目里面 可以看出来 那与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 有关系的 其实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当然我们这个课 华语教学概论 我一开始就说过 就是我希望大家上完这个课以后 至少在华语文教学这个项目 考试上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如果我们去看一下 他这个考试的范围跟内容 就知道 其实他当然不是只包括概论课 事实上呢 他是第二语言习的 放在这个里面 然后再来呢 这个华语文的知识与技能的教授 他这些东西是我们接下来 在供笔里面会做到的 像听力啊 什么阅读啊 什么这些东西要怎么教 语音什么什么这些的 然后呢 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是 设计或编写教材 还有教学计划大纲 课程设计 这些东西呢 在哪里会学呢 我们的课上会学到一部分 那还有一部分是在教材教法 你们会学到这些 所以实际上在考试的时候 有时候他会叫你 直接就设计一份教学 他可能要你写大纲 但是比较常见的是 直接就叫你写一个教案 所谓教案就是说 给你一个教学任务 那你怎么去设计教学活动 那你如何去安排 那他叫你写一个教案 那再来 所以他 大家可以看出来 在这个部分 其实那个第二语言习得的部分 占了很大的比重 那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比较麻烦的东西 就是说 汉语语言学里头 他有一些属于汉语语言学里头的 他在这个华语教学 这个科目里面 他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出现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汉语语言学主要问的是 你的基本知识 基本知识就是说 你了不了解这些 你是不是了解 是不是都很清楚地 掌握这些东西 但是呢 在华语文教学里面呢 他要你在 能够掌握那些 基本知识的基础上 设计出教学活动 就是问你 你怎么样 把你会的这个东西 交给你的学生 然后还有 其实他也会考 错误分析 就是说 为什么学生会把 什么东西念成什么 那如果他把这个念成什么 什么念成什么 那你应该如何去解决 他会问这些问题 所以这些东西呢 有一部分我们在课堂上 可以学习 有一部分可能就得 另外想办法 那比较好玩的就是说 以过去参加考试的经验 还有听 就是说跟一些 参加过考试的 朋友啊 同仁啊 讨论 大家觉得最麻烦的 其实是第三个科目 大家可以翻到28页这边 就是华人社会与文化 这个东西 跟我们今天上课要讲的东西 也有一点关系 因为他列的这个表 其实跟那个课本里头 有一些是重复的 那社会与文化 为什么这个科目呢 是最麻烦的科目呢 几乎是乱枪打鸟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社会与文化 这个是一个 没有办法分割 切分的东西 那我们每天就是生活在 这个社会里面 我们也受到 这些文化的影响 那可是呢 理想上 就是说在考试的时候呢 他应该考一些 近乎普通常识的东西 但是这个普通常识的范围 其实很难抓 或者是说 哪些算是常识 哪些算是零碎的知识 这个其实很难抓 所以呢 在这个部分 过去曾经 比较为人诟病的是 考过一些比如说 个别书法家的风格 什么这些东西 你觉得 怎么会这样 那可是他就考 然后呢 还有一些 就是说 对某些人来讲 属于常识 可是 其实我们平常 不见得会 不见得会 第一个不一定有机会 吸收到类似的知识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即使你看过了 你也从来不见得 不一定把它当作一件 重要的事情记下来 那这个部分呢 恰恰是这个部分 很容易让人家 应该说 会促使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 你到底 你何所求于华语教师 就一个华语教师 他为什么要会这么多 这个相关 或者是有点零散的 关于文化的 好像是 是各种 就是好像 想要把它当成这个 跟中国文化有关的 Google来用 就是什么东西 好像都要知道 那这个也会联系到 同学在写公笔的时候 提出一个很可爱的问题 他说 如果是 教授文化知识的时候 被学生问到了 应该要怎么办 那怎么办呢 待会儿我们可以来讨论 那准备这个部分 几乎是没有办法准备 我们只能说 我应该再讲得更清楚一点 就是说 我们从这个考试 反推回来去想一件事情 就是说今天 其实你零零散散地 吸收这些知识 除了应付这个考试以外 更重要的就是说 如果你要做一个华语教师 你随时随地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学生可能会问你一些千奇百怪 跟社会跟文化有关系的 那如果你平常多留意这些东西 那也许你被问到的机会就低一点 但是呢 这并不表示你永远不会被问到 有很多东西你只能告诉他说 我们再查查看 或者是怎么样 那但是呢 也有人会想到一个 就是说在一个Google的时代 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背 或者是去记一些零散的知识 像说这些文化知识 有些人是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是这样子 这个也牵涉到我们之前 讲过一个知识结构的问题 就是说 你如果对一些相关知识呢 没有了解的话呢 你临时去查的东西 你是无法运用它来思考 并且推进或者是深入的 探索里面的内涵 如果它只是你临时找到的东西 其实你要进到那一步是比较难的 但是如果你本来对它 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尤其对细节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呢 你要再进一步的往下查 也比较容易查 你要运用它来思考 那也比较有可能 所以这个部分呢 虽然大家就觉得很 有点吐血这样 可是呢 它还是在这里 然后呢 很多人 你们大家猜猜看 大部分的人是哪一科没有过 就这里有五个科目 是华语文教学 然后汉语语言学 华人社会语文化 跟国文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口语与表达 就通过率最低的是哪一个 你怎么知道 你看过通过率的那个统计 对不对 我认为标准很 并不是以台湾人为基础设计 OK 好 好 这个呢 很有意思 这也牵涉到说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到底什么是标准语 就是标准语 标准的发音在哪里 课本写了一个那个RP 对不对 那个RP到底是什么 对我们来讲 那个RP到底应该是什么 好 这个 的确你想想说的是对的 就是说 这个科目呢 通过率非常非常低 那 也不能说非常低 但是就是说 很多人觉得不可能有问题的 可是都 都是这个 口语表达这个部分 没有通过 好 我们待会再来讨论这个议题 那如果就比试来讲 哪一科最容易挂点 就是我刚刚说那个 就是那个社会文化 对 那个因为太 知识的范围太广了 所以那个也是很多人 没有办法通过的 好 那如果你很不幸是国文没有通过 那真的就好好考虑 是不是还要做这样 好 那反而是 大家看起来比较专业的 那两个 就是说教学跟汉语的语言学 这个 因为大家都准备了 有书可以读去考 所以这两个纪录都没有什么问题 好 所以这是大概关考试 那也顺便提醒大家一下 不要着急 因为毕业了才能考 好 他这个要求要大学毕业 所以你知道你 之前不是在挣扎说 怎么要出去就不能考 你报名的时间你还没有拿到毕业证书 我不知道应届毕业是不是能够报名 你已经确定要去了嘛 对不对 对我的意思是说你不用觉得遗憾 因为事实上其实你留在这边 你可能因为没有办法在五月中以前 拿到毕业证书 所以你是不能报考这个考试的 所以要考这个也是明年 对对 所以你完全没有任何的损失 就恭喜你可以去实习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 这样子 很难得的机会 所以关于这个 大家可以回去再慢慢看 然后如果发现什么问题 大家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checklist 就是说也许我们这一学期下来 到最后或者说到这个 现在你也可以想想看说 后面没有安排这一方面的 可是这里明明都是会提到的 我是指在这个语言教学 这一个科目里面 那大家可以提出来 问问看 就是说到底是我们安排了别的课程 可以帮助大家 还是说那个部分呢 大家要自己努力 好 这个大概就请大家留着 然后另外呢 我一开始的时候就说 这个单元其实有点地雷单元了 就有些书呢 他不把它当一回事 或者是说他不认为说 这个是在教学的范围里头 所以他就没有放进来 所以几乎每一个同学都找不到对应的章节 那所以大家就纷纷写信给我 或者自己瞎猜 那写信给我的同学呢 我会告诉你们说 你们请用哪一章来代替 有一种代替的方式 我是请各位就是用个案或者是实例 因为你们有一些书上提到的是 老师们到另外一个国家去教华语 然后他会把在那个国家遇到的社会文化状况 跟他在国内交做一个比较 那而且他也会分析当地的一些情形 那个其实是还蛮有参考价值的 虽然你以后会遇到的情况 可能会完全不一样 但是呢 你去看他曾经遇到的那些状况 有一些可能可以类比 有一些可能可以给你一些灵感 将来你如果遇到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时候 如何去安排你的课程 还包括说这个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 到底是在哪一种 哪些方面 还有到多大程度影响到你的教学 那个其实是蛮有意思的 那也有 但是这两个也有较相关跟较不相关 比如说像张金兰老师那本讲 那个日本别府大学 那个相对来说是比较相关的 所以待会儿我想请校勇稍微介绍一下 就是他那里提到哪些 比较 因为他还比较 他虽然写得有点像是聊天那样子 不过你很辛苦地把重点抓出来了 因为不然他那个真的很像小女生 在啊啊啊这样讲话 那可是你把重点都抓出来了 那他比较了日本跟正大的这个状况 对不对 那另外还有 我忘了是哪一位 就是印尼的 是韩真还是品玉 对对韩真那个是印尼的 对不对 那印尼的那个部分呢 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放在 它的重点比较不是社会文化的部分 它其实有点像政策面的 怎么去在那边弄那个 但是呢 你也提出一个很好的议题 就是说 我们跟中国大陆的那个关系 到底是应该是竞争还是合作 在这个 对大家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应该这等于是时代课题 就是当前在台湾 不管你从事哪一行 你将来都会面对这个问题 就是你跟中国的 的关系到底是放在竞争还是合作 那如何竞争又怎么合作 这些东西都会在里头 那其他的同学呢 有几位同学写信给我的时候 我给的建议是说 请你们去看这本书 好残酷喔 这么大一本 那我当然没那么残忍 我说去看这本书 等后面这几页 我其实是推荐大家 我原来做的那个讨论提纲里面 有把这本书 已经把这本书的完整的书目 还有ISBN都给各位 那没有关系 我还是会放在 我好像早就放在 Anobi上面了 那这本书呢 才刚出来 就是四月 四月才刚出版的 它是去年出英文本 那今年就出了翻译本 我的建议是 如果大家暑假有空的话 就先看看英文本 然后再回头看中文本 因为英文本比较容易看 中文本的翻译 也不是不好 其实还不错 但是作者是一个英国人 马丁甲克是一位英国人 今天早上我还给外国同学上课的时候 也介绍他们这本书 但是我是跟他们说 你们去看英文的就好了 那因为他的这个翻译 不是特别优秀的翻译 不是那种你一面看 还可以欣赏他的中文的那种翻译 所以大家如果说可以的话 最好是先看他的英文本 而且这顺便跟大家讲一点 就是说在大学里头 不管你以后要不要当华语老师 或者不管你以后走哪一行 在大学以后至少要培养一个能力 就是希望你能够让自己 拥有除了中文以外 另外一个到两个吸收知识的语言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因为你以后很少会有机会 会有这么大段的时间去学一个外语或两个外语 那但是如果你只有单一的吸收知识的语言 比如说你只能读中文的书 你就会受限于这个翻译本 人家没翻你就没办法 或者是受限于Google 全部都拿去Google翻 翻出来很可怕 那所以最好 那这个培养这个能力 几乎没有别的时间了 就是在大学的时候是最好的 就培养让你自己可以让英文 或者是另外一个语言 也许是日文或什么 变成你可以用来吸收知识的语言 这个是一辈子的事情 你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来吸收知识的话 那会很有意思 而且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我想各位都是外文系或者是人设系的 知道那个东西经过翻译了以后 其实不免就会 往好或往坏的 但是就变形了 那所以这个是希望大家能够那个 那为什么推荐这一本呢 其实相关类似的书好像很多嘛 因为中国红嘛 那所以现在大家好像都在讲中国 但是这本书跟其他书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首先这个作者他是非常了解 中国的历史 而且他很了解 除了中国历史以外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 依赖历史的思维模式 其实这个是我最近一直想 跟我的外籍同学讨论的问题 就是说外籍学生讨论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到底是 所有的人都这样子呢 还是呢 其实呢这个还蛮特别的 我们常常喜欢讲史无前例 史无前例 这句话意思是说 大部分的事情好像史有前例 所以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们最容易寻找的 这个资源是从史书上 人生经验是个人的 那要不然的话就是历史上的 那在重大的事情 比如说国家的发展或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会从历史去找 找一些 找一些可以帮助思考的东西 那可是这个东西会影响到什么呢 就是说当你把历史的单一事件 累积变成一种 一种这个对应方式 最后变成一种思维模式的时候 其实这是不是表示说 你对历史 或者说你受到 你可以依靠历史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你也受到历史的限制 就在思维上面 当然我们这个 并不是说完完全全的依赖 它一定是创造性的依赖 就是说你用这个 然后触发你的灵感去做别的 但是事实上 有一些模式 还是蛮特殊蛮有趣的 那这本书特别去举出一个东西 是所谓的朝贡体制 跟这个西方霸权 就殖民国家的差异 就中国从来 他没有讲 他并不是想当一个殖民国家 他不是像这个英国或什么 他想当一个殖民国家 那他也不是美国 那中国长期以来 他的想法是 他是一个朝贡体制 就是他是天朝 然后旁边有很多小朋友 然后那些小朋友就向他朝贡 那他对那些小朋友的态度呢 他并不会去干涉你的内政或什么 你只要不跟邻国出乱子 那基本上 然后每年送礼物来 那就没事了 他是中国的 那这个想法到底适不适用于 将要兴起的这个霸权中国 这历史上的中国 是不是用于现在要兴起的霸权中国 这个其实是 大家可以去想的问题 那我请大家看的这个东西呢 是最后一张 简语的部分 简语的部分呢 因为他提出了 中国与众不同的八大特性 那为什么我们要在这边 花这么多时间讲这个东西呢 其实 当你站到第一线去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有一个同学 好像是任其吧 在他的这个贡米里面提出来 就说学生到底是对什么样的 社会文化的议题 或者是事物好奇呢 我们在教学的时候 我们从前我们上那个英文课的时候 那你可能学到的 关于社会文化的补充 大概都是跟你那个课本里面 学到的单字 或者是什么有关 比如说万圣节 什么什么这一类的东西 那我们在教学生的时候 学生到底对什么东西有兴趣 其实历史文化它会有兴趣 可是当前的现实的世界是怎么样 现在的中国 对现在的中国 其实很多人 很多来学中文的人 他是相当相当有兴趣 那这我们 以在台湾训练出来的 华语老师来讲 你就面临一个问题 或者说应该是 有好处也有坏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当别人问你说 现在中国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 或现在的中国怎么样怎么样 当这个主题 这个我们常讲topic comment 对不对 这topic是现在中国的时候 后面那个comment 它并不像你想象的样子是 你可以随口 就是你可以不经过特殊的思索 或者从来没有准备 就可以达出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既是他者 又非他者的东西 就是说 如果有人问你说 中国现在流行什么 然后你心里想到的是什么 你要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有个学生问你说 老师现在中国人流行喝咖啡吗 你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最简单的回答就是不知道 对不对 好 但是如果你常常跟你的学生说 不知道 那你的学生就 他可能会觉得好吧 那我跟你学的东西 就在这个范围里面 那我也许不会 那可是第一个 这是很好的讨论的话题 你可以先问他 你为什么想知道这个 对不对 然后再来的话 你如果不知道 你要怎么去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我现在要讲的是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不知道 因为我们不在 那个社会语境里面 而你的学生 那么迫切地想知道 那个社会里面 到底有哪些东西 那你怎么办呢 当然也有一些学生 是非常关心台湾的 尤其他如果在台湾学习的话 他就会问你很多 台湾人为什么怎么样 台湾人为什么怎么样 很多这一类的问题 可是今天如果你到国外去教 多半他会问你的 是中国怎么样怎么样 中国怎么样怎么样 更有意思的是 他偶尔会问到台湾说 台湾跟中国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台湾只剩下这个问题而已 他其他的问题 但当然也有了 有的时候问你说 台湾东西是不是很好吃 最近还会多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们那个苏山大神的复制版 山寨版是苏山大神 这个小胖唱歌怎么样怎么样 或者以前还有一个 现在已经没有人要讲的 就是王建民怎么样怎么样 这一类的东西 但是很少 可是对于中国的话 他们是全面的感兴趣 对中国的各个方面 我有一位外国学生 曾经做过一个有趣的比喻 他说 现在的美国的媒体 主流媒体 几乎把中国当作一位艺人 什么叫做当作一位艺人 他是一位艺人的时候 你会关心他什么 其实你什么都关心 八卦 你会关心他跟谁交往 去哪里吃饭 然后哪边发现他 然后具体迷意地报导他 而且还希望他能够有丑闻 可以给他看 所以他说主流媒体 几乎把中国当作一位艺人 对中国的各种事物 他认为是过度关注 中国发生了任何一点什么事情 媒体就赶快大张旗鼓地 他认为这个是一种 有点变态的现象 但是它是一个事实 那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想这件事情 主流媒体为什么会这样做 那一定是有市场 有人想看 有人想听 那不然的话 媒体它一定是以收视率为优先的嘛 那为什么 那为什么中国这位艺人 他的八卦会这么受到关注呢 那这也可以显示中国现在 在世界上 大家对他的 不管是好奇或者是疑虑 或者是各方面的 所以像这样的话 那当你站在第一线 你跟别人说我要教中文 有意思的事情就来了 你要教中文 大家期待你 其实除了告诉他这个字怎么念 这个怎么解释以外 他还期待能够从你当作一个窗口 去认识中国 但是你认识中国吗 或者你想认识中国吗 你会想 不好意思我是台湾来的 那这个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可能就有一点 如果你真的这么爱台湾呢 其实有另 应该要为他做更多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来个木马图成记之类的 就是说 你还是进到这个里面 然后呢 把你自己的价值 用什么样的方式 带出来跟你的学生沟通 但是这个价值是 以帮助他们了解中国为前提 而且帮助他们了解什么呢 有一种说法 我听到一个很好玩的说法 叫做另一种中国 什么叫做另一种中国 就中国其实也不是只有一种 那就是文化上的中国 使用中文的 或者另一种华语社群 使用中国的 使用中文的这个社会 另一种华人社会 那这也是最近 很多学者在讲的 叫另一种华人社会 这样子的议题 那 不过因为我们都是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把这些东西当成是 一个一个 好像我从柜子里面拿出来 就可以介绍给你们的知识 可是事实上 它是瞬息万变的 它每一秒钟都在改变 那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 还有中国看到的我们 其实都是交互影响 然后一直都在改变的 那在这个改变当中 其实你们 如果作为一位华语老师 其实站在一个相当特殊的位置 就是说 你必须要对这些变动 有一定程度的掌握 就是你必须关心它的变化 同时你可能不知道 你其实有很大的力量 参与这个改变 怎么说呢 外国人为什么 那么想要了解中国 它的社会 它的文化 它的一切 为什么要那么了解 因为现在的趋势是 他们已经不能不跟他们打交道了 可是他们到底要用什么方式 跟他打交道 在打交道之前一定要理解他 对不对 好 可是有意思的是 外国人用什么方式去理解中国 用什么方式跟他们打交道 会反过来影响到 中国怎么看待这个世界 这个都是一些互动的过程 所以你当然可以 就是有一种做法是那种 我把它命名叫什么呢 不是叫寒郸学步法吗 还是怎么样 就有一种做法是说 有一些华语老师 你看他很有意思 他完整地去吸收 并且复制 我是说在台湾的华语老师 或者在海外的台湾出身的华语老师 完整地吸收 而且去复制中国大陆的一切 从语音简体字到价值观 当然价值观比较难一点 但是呢 词汇什么什么的 完整地去复制 那复制目的是什么呢 最好是让别人不知道 他是从台湾来的 那这样子的话呢 他觉得他学生比较不会有疑虑 比较信任他 可是在这个当中呢 当他这样去讲 比如说 那他就要跟他学生讲的 那个搞啊干啊这些的 他也就用大陆的说法来教他们 那他教出来 学生就是很会搞很会干的这种 那这个当然也没有不好 但是呢 事实上是不是 就是说语言既然是一个变动 社会语言尤其是变动的过程 我们其实在里头有一些 很有意思的参与方式 那当你作为一个语言老师的时候 如果你告诉你的学生说 他们都这样讲 可是就我的语感来讲 我其实觉得这个是不够高雅的 或者是对我来说这个比较怎么样一点 那你的学生 他可能会刻意去避免 当他刻意去避免 之后他跟中国人接触 也会发生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他跟中国人接触以后发现 中国人真的是那样 那他可以选择童话 但他也可以选择维持他自己的样貌 他如果选择维持他自己的样貌 跟他在一起的中国人 究竟会用哪一种语言来跟他沟通 大家也可以去想想看 也有好多种可能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语言 在我们这一课里面呢 它其实分成两个层次来讲 一个是说语言一定是在社会中使用的 它是一个沟通的工具 所以呢 它的使用它会受到社会的影响 那也就 所以因为是这样 所以你在教学的时候 你不能把社会因素排除在外 你必须把它考虑进来 这是一个层次 那另外一个层次是说 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呢 在文化在里面可以发生什么样的影响 那在第一个层次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去想这样的事情 就是说 我们其实有一种从众的形态 人都有一种从众的形态 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你被身边的这些人包围的时候 如果大家都这样讲话 你可能人到哪里 过两三天你的口音 就会渐渐地与当地同化 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 如果我们自己 我们大概不太有机会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到一个地方以后 既然你是一个语言老师 你可以做一个奇怪的实验 就是你到一个 比如说 尼小勇 对不对 那你今天 你要出国之前 你就先录一段 自己讲说 我现在要出国去当中文老师这样子 然后你再到美国去 然后你跟那些当地的老师相处 然后跟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等于你回国之前 你再录一下自己说 我这个暑假在哪里哪里哪里 然后你把两段录音拿来比对 我来预言一下 就发音用词上面都会有一些改编 那你可能 我这样讲以后你可能就故意不行 我要维持尼小勇的本色 台湾来的尼小勇 我就是要怎么样怎么样讲 对不起犯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社会环境 它是 它对你的影响 因为你既然 你最初讲话的目的 就是要跟别人沟通 所以你是以别人听得懂为前提 那听得懂是第一步 对不对 那接下来当然你的语音什么 都会表示你的身份或什么 但是很多时候呢 我们标新利益 不管是标新利益 或者是说 坚持自己的不同 这个是一种 但是更常见的 我们其实是希望以何为贵 在语言上面 这个以何为贵的现象 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如果 尼小勇 你是几月要去 七月 七月的时候 尼小勇说话是没有儿化运的 但是呢 到了那边以后 八月呆在那边 七月在那边 八月在那边 可是他身边所有人都讲儿化运 八月回来的时候 已经变成有儿化运的尼小勇 但是为什么我说你要回过之前 怒 因为呢 等到九月开学的时候 尼小勇的儿化运又不见了 这是怎么样呢 因为你又回到这个环境来了 所以这个里面 他永远 恒常处于一种竞争的状态 因为你的身体里面有 可以 有 有 有 就是说 各种可能 你的声音 你的语言 有各种可能 那他恒常处于一种竞争的状态 那大部分时候 他会以和为贵的前提 来展示出来 所以 我们有一个老师就很好玩 我在纽约的时候 遇过一个老师很有意思 我就说 这个 因为他跟我说他是鹿岗人 我说 哇 这鹿岗人 是这样的口音啊 然后呢 他就 他就 他就笑了一下 他跟我说 我是九官鸟 什么叫九官鸟 就是说这个语音 其实是可以 有各种各样的变化 然后呢 在我们上 这个 其实 其实我想大家看那个 好莱坞的明星就知道 他们演谁 就是那个地方的人的口音 英文也是有口音的 对不对 他们可以根据那个身份 什么角色 那他们有没有自己 本来的口音 其实每个人都还是有的 但是呢 你在每一部电影里面 看的不一样 但是这当然是很戏剧化的 那就我们自己来讲的话 就我们自己来讲呢 我们其实就是看 你最近跟谁说话 你可能就是特别容易 是变成那个样子 就只是这么简单 可是 那我们回过头来 就直接进入那个 那个 你想提出来的那个问题 就是说标准语的问题 那在课堂上 那你教的是谁的口音呢 有没有所谓的标准语的存在呢 在叶老师的书里面呢 因为他处于那个 不必想太多 也没有政治正确问题的幸福年代 所以他很自然地就说 当然是上流社会的人的 这个口音是很重要的 那林孝永就提出了 一个不同的看法 他说这个VP这个东西的来源 你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我说错了 RP 对 想到British English British English 它其实就是 它最初是来自于英国 也就是那个皇家社会 他们说 是上流社会所使用的语言 那它之所以被定位为RP 它其实的根据是 你的社会的阶级 也就是因为它是属于一个 可能在英国的社会中 是地位比较高的 受到人民责重的 薪水收入比较高的阶级 所以他们所说的话 被当作一个 receive pronunciation 可是这个标准是根据 社会的那个因素的决定的 并不是政府的强烈觉得 也许是人民彼此之间 已经被这个文化影响而认同的 所以我就不知道 他这样子的话 就是 那当然了 就是说来源是一回事 那叶老师写在这边 他其实讲的就是 我们常常在说的 那个standard Mandarin 就是standard是怎么样 标准语是怎么样 他其实 原来的那个 这个词语产生的 那个RP产生的那个背景 其实他不在他的考虑范围里面 但是因为我们既然要讲到社会话 对你们自己来讲呢 你们自己觉得怎么样 因为 那个 我们的助教马丁先生呢 他在上个礼拜 上别的课的时候 讲了一句很好玩的话 他说 他说你们为什么台湾人学英文的时候 都要故意把自己学成美国口音 他听起来觉得很恶心 然后呢 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觉得 是啊 我本来 我心里想的是说 我以为只有我这样觉得而已 因为我想你们自己的这个 遇过的有一些 有一些老师 其实你完全可以从 从他的口音听得出来 他是到哪里留学的 那还有一些人 他从来没有出过国 因为没有出过国 所以反而更刻意地 要学习模仿某一种口音 在英语上也可以看得出来 那在中文上呢 那就会出现说 有一些老师 怎么样呢 比如说 有一些台湾老师 就刻意地跑到 这个大陆的某一些学校去 参加这个夏令营 不是夏令营 就研习 研习大概 两个星期到一个月 不等的时间 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其他的部分 教法或者什么 那些也有可以学习的东西 但是大部分的人去学的 去学那个口音 就是学一口 他们觉得比较金片子 或者是比较接近标准 不是标准 就北京话的这个口音 然后回来了以后呢 大概怎么样呢 就很好玩 就是说 有的人会很坚持 有的人会很坚持 就是说 回来以后 从此此生 再也不讲 以前的口音 就是努力地维持 而且很自觉地去维持 那即使是在休息室 跟同事聊天的时候 他也不愿意改变 因为怕一旦松懈下来以后 就会就像我刚刚讲的 那妮孝勇的这个 出国前出国后 这可能就会改变了 这样 好 那这样的学生呢 也很好玩 因为曾经有 有一个朋友 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 他说 在台大的这个 华语研习所 国际华语研习所里头 就有几位老师 是这样子的 那有一些学生就专门喜欢找这些老师 但有一些学生就排斥这些老师 有些学生说 我在台湾呢 你干嘛用这种怪强怪调的口音跟我说话 有些学生会这样 但有一些学生就觉得说 我就是要学这个 然后他就去那种排斥 那在你们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都是在实际上 你看到这个现象 看到那个现象 那在你们通往这条路的路上 你们自己会怎么选择呢 首先你要先问自己一件事情 就是对你来讲操弄口音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吗 你是九官鸟吗 你们彼此也都听过 你说英语的时候刻意模仿谁的口音吗 没有啊 课本上怎么住我就怎么念啊 还是 因为我们说英语的时候 从小学英语的时候 你能够接触到那个语音就只有 大部分都是美式英文 所以我们 我觉得我们是在一种没有办法选择的情况下 你就学会了美式英文 OK 但是美式英文也分夸张跟不夸张 就是说 它也分刻意去强调口音的 跟不强调口音的 或者我应该更修改一下我的问题 就是说 你是属于那个加强口音派 还是淡化口音派 所谓淡化口音派 你也不可能完全没有 对不对 但是呢 你可能不把它当作 当成是一件那么重要的事情 你可能不会刻意地去模仿什么 还是你觉得说 不行 我要给我学生最好的 所以最好的就是最标准的 最标准的就是北京话 所以我就需要说北京话 还是你觉得说 不行 我要坚持我的identity 所以做我一个台湾人 我坚持要用我的 不管说台湾国语也好 台北国语也好 或者新竹国语 我就是要教他这个 你有这么强的口音意识吗 因为我的口音没有很 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一题 因为其实重点是学会啊 因为像我们小时候学的英文 其实也不一定说是美国人啊 当然我们是有刻意去模仿外国人口音 这我承认啦 因为其实没有 这无可厚非你知道 因为我们今天是成人 我们才会思考这个问题 可是你若有一个小鬼 对不对 一个三岁娃娃或者是两岁的 他去学语音的时候 你要叫他故意 他维持自己的identity 所以不要太标准 这也不可能 他一定是根据周遭的环境 对不对 海湾特应会是学人啊 所以我觉得外国人应该 还是就像你中国的口音 因为台湾国语 应该不像是这样标准的国语 对你有边缘意识 我们对国语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会花多大的心思 因为其实可以跟大家说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考试 汉语 不是汉语 对外华语教学能力认证考试里头的 这个口语与表达 就像你想 他基本上还是以精华为标准的 所以光是儿化韵的部分 他是会考儿化韵的 儿化韵他希望你能够发得出来 他有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那个汉语评在拼 风 有什么意思 拼那个F-E-N-G 所以他就会 风 强调你要念成分 风 你不能念 没有那么夸张啦 风啊 你不要念成风 对对对 你说念风 风 风还可以 你不一定要念成风 这样子 就风就好了 风 你知道他到底要什么标准是什么 他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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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其实我刚刚讲的两派 一个是强化派 一个是淡化派 还有一种是魔灵两可含糊派 其实我们大概大致上属于这一点 就故意念在一个中间 让他没有办法怎么样 那我这个是一个谜 因为我们有一些同事第一次考没过 那你看他怎么念 他好像也没有念错什么 然后后来大家发现 好像那个风或风那个关系比较小 关系比较大的是在那个 那个上升变调的部分 好像常常会有一些人卡在那里 然后儿化韵也是有 那另外还有一个 其实他这个抓得最严的是 那个知诗诗跟滋滋滋 另外一个是恩跟恩 恩跟恩 我本来没有意识到说 恩跟恩是那么可怕的东西 可是后来我发现 就是说他在考这个的时候 其实他还蛮在意那个恩恩的区别 可是像这种区别跟口音无关 儿化韵有关 可是恩恩的那个区别 其实跟口音无关 那个是在我们这个语言里头 它本来就是一个变异成分 所以这个东西是优先掌握 也许有这项品语说的 就是说我们口音先把它放一边 但是呢 先抓住的是什么 我们先抓的是那个变异成分 就他如果说是有辨别意义的 的这种 那你是真的是就是不能 不能轻忽他的 那至于说口音那个部分 我还是很想问你 就是说你说那学生可能会想学中国口音 那你呢 你会愿意为这个做多大的牺牲 最近Facebook有一个新的group 是group还是粉丝团 它叫做我不称中国为内地 就是他那叫我不称中国为内地 像内地这两个字 刚刚我们讲的是口音嘛 那词汇 什么叫内地 内地是什么意思 你觉得内地是为开发偏远地区啊 内地是我的国家 内地是一个非常tricky的词 其实内地在 蜜琪你知道吗 什么是内地 我觉得这个太有趣了 这个太有趣了 因为你们讲的是内陆不是内地 但是我讲的是内地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呢 因为你们听到的被称为内地的是大陆的内陆 所以你们对内地有这样子的印象 你们知道内地指的是大陆嘛 对不对 好 可是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用这个来当作一个社会语言学的study case 就是非常有趣 因为内地呢 它在日据时代指的是日本本岛 台湾是属于内地延伸 就我们是外岛 那在现在的话 它指的是中国本土 那台湾又一次的是内地延伸 可是对你们来讲呢 内地是相对于沿海 相对于沿海 那所以可能那些比较有钱的城市都是在沿海 那比较穷的 然后比较荒凉的 或者怎么样的 比较不开化的 那个就是属于内地 可是这个跟原先我刚刚讲的本土延伸 或者是这个殖民 被殖民的这个 或者是说中心跟边缘的这个概念是翻转过来的 所以你们在讲的内地是一种无痛内地 甚至还带有优越感 因为我不是内地 很好这样 可是呢可怜的这些 我们这一辈以上的可怜的老学者们还说 怎么可以讲内地 讲内地就把自己矮化了 那可是事实上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社会里面 这个词汇 由于其他的部分强过了词汇本身 所以词汇的意义 其实词汇本身的中心已经被置换成别的意义了 这也是非常有趣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要赶快把后面该讲的问题讲出来 好 刚刚我们在讲那个标准语 就是说口音的那个部分 除了这个部分以外呢 我看到同学的那个 共鸣里面还提到一个问题 这也是叶老师在书上提出来的 他说那个男女有别 男女有别主要讲两个 一个是就学习能力来讲 另外一个就是说发音什么什么 他说女生的发音比较标准 然后再来他还警告大家不可以用那个女孩子的 常用的一些话来教男生 不然男生就变得很娘娘腔啊 什么什么的 那很多同学对这个都提出自己个别的意见 主要大概我看你们的意见里头 一个疑惑是说女生真的学得比男生好吗 你们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吗 就是女生的语言学习能力比较好 听过 对不对 有没有人可以举的比较 听过那是什么 听TBBS说的 那不是还 就是说 外文系都是女生 啊 外文系都是女生 那可能是男生 这其实 好 其实这个 但有可能是女生数学不好 不是因为女生语言比较好 这个有可能是这样子啊 或者对啊 这个有可能是这样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事实上 最近我看到一个研究报告蛮妙的 他是说 问题还不在语言能力 他说普遍来讲 女生的学习能力跟 学习动机跟纪律 都比男生要好一点 所以现在已经 有一些国家开始出现 这个抢救男生大作战 就是说 再这样下去以后 那个入学考试 都必须为男生保留一些名额 不然的话 全部考上的大概都是女生 这样子 好 这都开玩笑 但是 有没有人可以比较具体的讲 比如说你学过心理学 或者是语言学 或者儿童发展 或什么之类的 那为什么女生 在学习语言上 会比男生 这我好像跟大家分享过一个 我自己的教学的实力 我跟大家说过嘛 同样一对夫妻 我是跟你讲的是不是 糟糕 这个人修两门课 那我都忘了跟谁讲过 对 就是一对夫妻 那你想我 你讲给他们听好了 既然我跟你讲过 他们一起来台湾学华语 结果那个老婆的华语的程度 进步很快 他们是同一个程度 原本的起始程度是一样的 可是那个就是 妻子的学习程度 很迅速地向前迈进 然后已经从就是出几班 然后就到下一集 可是她的那个 她的老公程度没有 她飞跃得这么快 所以还前后再出几班 可是这两个人的程度 虽然说女生感觉 迅速发展得比较快 可是她在文法跟句子的结构 掌握得比较好 可是在发音的部分 反而没有她的老公 就是掌握得清楚 这样 那这因为是一个个案 就是说 我们在做任何研究的时候 最重要就是 不要把个案当作同理 那这个个案里面就是 太太学得很快 但是她的发音不太好 但我们平常更常遇到的是 我们有一个 就是说教学 第一线教学的老师 都有的经验 就是说 为什么男生的舌头 好像比较硬 我们总是有一种感觉 一般而言 女生你叫她发出什么声音 她的好像困难度比较低 可是呢 如果是男生的话 好像就会比较那个 那个别当然也有例外 那我刚刚讲的 其实我很想知道 就是说 因为有没有人修过 什么心理学或者是什么 他不理我 如果不理我 我刚刚不是已经 很努力地下载 好 不理我就算了 好 就是说 如果有人修过那个心理学 心理学或者那种发展学的话 就知道说 那个语言区跟那个是在 语言跟那个什么逻辑思考 那个其实是不一样的 数学跟语言在不同的区域 在不同的区块 那他们去看那个小朋友的时候呢 是的确就是说 女孩子可能比较早 那个语言的部分 他发展的方式也不太一样 而且他们最近会做一种 那种测验是用那个大脑 然后看哪边在闪光 就是同样听到一个东西的时候 女生闪光的部分 跟男生闪光的部分 也不太一样 我们大脑本身是男女有别的 大脑本身是男女有别的 那就语言来讲 很多人都会说 女孩子好像本来就比较 具有沟通表达的能力 男生可能这个部分就发展的不是那个 那也有人会用那个演化 人类学的观点来讲 就是说可能就是采集的生活 跟狩猎的生活 狩猎本来就不需要多说什么话 可是这采集可能要跟同伴 或什么什么之类的 不知道 它就有很多那个 但是对我们来讲 这个可以当做一些有趣的知识去理解 如果你特别有兴趣的话 那实际上呢 我还是跟大家讲一个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关系 就是说不要把个案当作是同理 然后再来呢 学生的个别差异比群体差异大 其实在男女这件事情上也是一样的 就个别差异 就是学得好的女生跟学得好的 应该说学得好的男生 比学得不好的女生 觉得当然是好多了 所以这个是不用特别去那个 反倒是我们比较需要去注意的 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学生落后了 你用什么方式去鼓励她或安慰她 她究竟是受到先天的限制 还是其实是有什么因素 我们可以帮助她去排除障碍 这个才是我们比较需要下手的地方 那另外就是说 还有一个我们也必须要去 稍微讨论一下 就是说那个语言 所谓女生的语言跟男生的语言 有些同学愤愤不平地写说 我明明就觉得现在男生讲话也很怎么样 不知道是写什么 很卢吗 就是说还是现在男生讲话也很 很夸张 就是女生讲话 叶老师说女生讲话比较夸张 可是她说明明现在男生讲话也很夸张 她这个比较是怎么样呢 就是说在她那个年代 我们不会听到男生讲 好好玩哦 真是有意思耶 她那个年代男生不会讲这个 但是我们现在男生会不会讲这个 会哦 会 人家的男生会不会讲会哦 也会 所以这个也会 那 我觉得很好玩的是 那天那个上个礼拜五 夜 不是夜 上个礼拜五毕老师来演讲的时候 好像只有你想要去是不是 还有谁去了 你们其他人都没去 比老师来演讲的时候 你想要去了 然后当场有一位老师就讲到这个话题 你有什么感想 他的偏见是什么 你可以跟同学分享一下吗 你想要好可怜哦 受到很大的压力 因为我觉得他跟我认识 他会觉得说 也许是因为他本身 他自己学生的诉求 的目的就是希望让他的学生 不要有这种 就是女性化的情境 因为他的学生是一个公司的总经理 他当然希望可以让他的学生 使用的华语是具有 比较有权威性的 那他就要避免这种 阿拉巴巴巴这种东西的出现 可是我真的觉得 他不可以以偏概全 就是认为说这样的 比如说这种现象 不可以出现在男生 或者是应该出现在女生 因为我觉得这个 已经不是语言学习 已经是一种 这就是一种刻板印象 这个问题其实先 这跟我们刚刚讲的标准语 或什么这些都有关系 就是我们没有一种 干净透明的语言 世界上也没有一种 干净透明的语言 所有的语言都是被卡在 社会跟文化的脉络里头的 那当然性别也在其中 那像中文的话呢 在文法上 女生的文法跟男生文法 是没有差异的 不像某些语言 他已经制约了你 就是说女生必须怎么讲 男生必须怎么讲 那中文其实基本上没有 但是在实际使用上 女生当然在社会上 他有他的这个语言策略 男生有他的语言策略 那像装可爱这种 本来属于比较偏向 女性化的女生的语言策略 可是最近几年的确 就我们这些老扣扣看来 我们这些大神 在看的时候会觉得说 新来的小男生 怎么越来越娘 他会觉得好像越来越可爱 一方面是可爱 另一方面就是娘 怎么变这样 但是所谓的娘或者是可爱 他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或什么 这个倒是另外一回事 那就外国学生来讲的话呢 就像我们在做任何学术研究的时候 我们明明知道 没有完整控制的 被完整控制的那个环境 世界上没有那种地方存在 除了在你的实验室里面 可是我们依然去模拟那个东西 在我们实际上语言教学的时候 我们既讲求说要生活化又什么 但是同时我们常常又会提醒自己 就是说我们其实是预设 或者假设了一种干净透明的语言 而这干净透明语言 之所以要保持它的干净透明 与其说是希望它变成一种 假的不带色彩的语言 不如说是希望那个色彩是个人加上去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不是说男生就不可以娘 女生就不可以man 而是说老师在教的时候 必须要让学生知道这个东西的区别 那你呢可以选择一路娘到底 你也可以选择一路man到底 都可以 但是老师在讲的时候 老师不能每一次都用人加当作主词 就说人家不想上这个 人家不想做那个 然后呢 你的学生以为人家就是我 然后呢他就说 人家要买这个 那可能就很奇怪了 对不对 但是你可以告诉他就说 我要买这个 那你会听到有一些女生说 人家怎么样怎么样 那表示有点撒娇的意思 或者是什么 那他可以私下跟他女朋友讲话 就说人家不要啦 对不对 那但是呢也许在公开场的话就不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做的事情呢 倒不是说全部都砍掉 而是说告诉你这个是什么 然后你可以加什么 我们告诉他的是你有哪些选择 但这个不能不做 就是我们不能假装没有选择 假装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那这就是不对的 我刚刚讲那个人家是实力 就我有一个学生问我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我很奇怪 就因为他的第一开始学中文 是跟他女朋友学的 所以都是人家人家这样子 但是大家就觉得他很奇怪 的确是会这个样子 所以在男女有别这一点上面呢 其实跟其他的东西都一样 就是说我们对差异不能 我们不需要去太快地判断说 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 但是我们对差异不能无知 也不能假装没有 明明知道假装没有 我们必须要把这些东西 很诚实地传达出来 而且是透过自己的分析 这样子 大概是这个情形 我想请校勇讲一下那个 别府大学的那个东西 讲一点点就好了 你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他给你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因为张老师在那个书里面 介绍了他自己去 他那个就完全是用女性的语言写的 然后就要去别府大学的一些经验 那你觉得有什么是值得 特别值得参考的 他这个特别值得参考的 应该就是你如何使用 不是 就是说他这个方法是很 我觉得是我们都很需要学习 就是今天如果你跟你学生 除了目标语 也就是华语之外 你们的共同语不是英语的时候 你要怎么教他们华语 比如说如果你自己本身不会指文 你的学生也不会英文 他们当然不会华语 那你今天要教他们华语 那你该怎么做 就觉得这是 可是他里面没有提到 他实际的做法 事实上他不是不会日文的 因为你如果再看仔细一点的话 就是说他的日文是很差 但是不是不会日文 所以他的日文的那个差 他会变成 其实他们是用中介语来沟通 就是说他可能没有办法 讲出完整的句子 可是他可以不断地丢出一些个别的单字 也可以透过匕首画脚的方式 来跟学生沟通 那恰恰是因为这样子 这里面有一个可以讨论的文化议题 就是说在日本 如果你在台上 因为你的日文不好 那所以你就很流畅地用英文 来跟他们解释所有的东西 你大概在第一秒钟 就会被你的学生讨厌 因为他们讨厌那种中文说的 英文说的很好的人 我好像跟大家讲过 那个日本奇遇记 讲过吗 就是有一次在日本 去那个甜甜圈店 就是Mr. Donut Mr. Donut 大家看要买Donut 可是那我一走进去 日本人很有礼貌 他就上来 就开始讲 但是我除了他 然后他个别听到几个单字 但是完全没有办法知道 他到底很殷勤地 在跟我介绍什么 结果我就想问他说 这个是什么口味的 那我就 就很不自觉的 也就是说 就只能用英文啦 我就问他说 这是什么口味的 结果那个女生就这样 蜷 脸就白下来 然后这样 然后大喊了一声 英文啊 然后我也被他吓到 我想怎么会这样子 那怎么办 结果后面就冲出来一个人 会讲英文的 开始跟我解释 这个是什么口味 所以就是说 对他们来讲 就是说这个语言 可以说 我亲身经历啊 就在那个一个 就是我还可以告诉大家 在哪里呢 就在东京某一个小 小旅馆旁边的小车站 旁边的小Mr. Donut 对啊 就是亲身经历 他在大喊 所以对他们来讲 外语 这个东西是非常可怕的 那中文其实没有 英文可怕 就对日本人来讲 所以你如果到一个 像日本那样的国家 日本其实是 算一个极端特例 可是的确有一些国家是 你在那边 你以为你会讲英文 所以你就用英文 跟他们沟通 你也假设他们 可以接受这种做法 可是事实上 这个可能对他们来讲 是不尊重 或者是有压迫感的 那反而是 你用很破很烂的当地语言 然后再加上你的中文 跟他们沟通 他们还会同情你 而且更愿意学习 所以其实张老师在这边 遇到的状况 比较像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学生发现 他的日文很差 就越爱跟他讲话 然后跟他讲话的时候 就是日文混着中文 然后呢 而且还帮他加油 帮他打气 而且学生为了表现 就是说我体贴你或什么 就会愿意多说中文 这个其实是一个 他利用这个日文差 他反而可以做到这样子 那可是我们可以回头想 如果他当初选择 是我日文差 可是我会英文 我就跟你讲英文 大概学生就会觉得 他是巨人一千里之外 根本就不想跟他学习 所以这个是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 就是说文化差异 除了说我们看得到的表象以外 还有一些加成计算的结果 就是说中间 不是你跟对方的文化 还包括在全球的语境里面 你们如何去相处 大家都变成是世界公民的时候 怎么样来安排这个 这个妥当的沟通 还有这个找到那个接点 连结点的那个方式 所以这个我是觉得看到 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跟校勇借书 或者是去图书馆 因为正在指定参考书目里面 去看这一段还蛮好玩的 然后呢 刚刚本来想要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台湾文化图像的那个东西 其实我放在Facebook上 我不知道大家去看过了没有 因为你们都应该有这个连结 但是他现在 反正我刚刚已经下载了 他还是不理我 这个是回应过去几年来 一直有人问我说 到底是什么是台湾文化 你们呢 因为既然Facebook上有 我建议大家就直接去Facebook上点来看了 就是说 这是我自己做的一个小小的 我的解释 就是到底什么是台湾文化 大家可以看了以后 我就不要强制当作作业 但是大家可以看了以后 下次告诉我 你们对这个的想法是什么 因为我现在按出来的话呢 它就是不让那个 而且连图都变很小 所以我也没办法 我以为我放在照片里面 只有大头照 那就算了 就请大家回去再看 那个部分我们今天就没有办法讲它 那我回过头来讲 就是因为这一课我们讲到的是社会文化 但是呢 它后面示范了一个沟通交际教学法 沟通交际教学法 在课本的这个八十九页这里 因为密奇说他看不懂 其他同学有没有人看懂了 这叶老师这个到底在做什么 有没有人能示范一下你来当老师 然后告诉我们他到底怎么去教这个东西 其他人都看懂了吗 因为只有密奇说他看不懂 好 你们都看得懂吗 那个韩箴看得懂吗 那个韩箴看得懂吗 我觉得应该是老师丢出就是几个问题 然后让学生透过预测 就有点像是步骤 有点像是游戏 然后去 就是去讨论 不知道意念哪里 我是看不懂 他的就是 他说的那个细节的步骤 像比如说什么 从那个然后要学生看第一句 并告诉那边才死 就是我不懂他学生跟老师这样来来细细 因为他写得非常细 就是细到反而看不懂 因为大概知道他在做什么 对不对 对然后 然后 我感觉就是要学生看第一句子 然后请学生针对第一个技术 做出自己的预测吧 那比如说一个学生可能会说 他看到第一个句子 他可能会得到一个预测是马来西亚可能一个世界杯 老师就会根据他的预测回答他 等于是给他一个comment说 你的预测是不是正确 老师可能就会说是 也就是老师感觉很像提供一些suggestion 让学生自己去主动的思考 那为什么要先写这个句子 然后叫学生提供 这样提供 因为感觉我觉得他写那个句子 是要提供学生一个可以发展的空间 就是 比如说就像你写作文 你总要给他一个题目是我的家庭 然后就请学生根据这个题目 做自己的想法 回应自己的想法 只是他这个预测是 有一点 更甜蜜了 可是我觉得外国人可能没办法 就是 你看如果你看第一个句子 感觉很明 可是第二个句子 第三个句 第四个句就比较没有这么明 比如说你看到英国有一个外野机会 你可能要经过很多个思考 才会得到英国可能赢得世界杯的推入 中间可能要先经过 所以最后英国的选手 集出一个拳雷打 然后他们得分了 然后就是有很多个 给人家更多学生可以去想 也许A学生只会得到 英国可能会打出一个拳雷打 B就会在想到说英国可能会得分 C就会想到英国可能赢得世界杯 其他同学呢 你们赞成他 你像我们说的这个解释吗 因为我给他一个叙述之后 叫他一直推一枪 嗯 不理得是假 所以他这上面的预测是谁预测的 是学生预测的 是学生预测的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老师就把学生的预测写在上面 只有这四个句子 只有这四个句子 对不对 老师只是根据他的预测 好 就把学生的预测写在黑板上 这四个 不是 这四个是句子 学生 比如说我看到第一个句子 我可能老师问你说 你对第一个句子 你有什么预测 你可能会看到第一个句子 就说 哦 马来西亚可能你的世界杯 老师就回答 是的 然后再请 或者再请另外一个人 那你看到第二个句子 你会有什么预测 第二个句子是 假如他们打得像意大利那样好 最后会 他的预测可能是 马来西亚 今年打得跟意大利一样好 所以他们会 就是他必须要再经过一个 自己的推论 然后再到 也许一又看 假如推论是跟这个叙述很直接 可是三次就没有那么直接 可是你看到三个句子 你得到推论 一开始可能是 捷克今年已经输了 嗯哼 为什么捷克输了 就是会有很多 就是他们可以 自己有自己的推论这样 嗯哼 OK 你们会这样用吗 你反而要比较懂 我就是活动 哪一个 活动 活动怎么了 那个玩游戏的活动 反而比较不懂 我看了很多 他们才懂 他那个活动到底是 要怎么进行 因为他的分组很tricky 嗯哼 那这五个同学分成一组 然后四个同学 一组每人三张 那有一个人不就没有指牌 哈哈 哈哈 五个同学分成一组 四个人 应该是三张 嗯哼 而且他五个同学每人一组 然后又四个同学一组 那多的那个人是 哈哈 裁判吧 哈哈 嗯 其他同学看呢 你们看的时候没有发现 没有办法想象 还是时间太赶 他竟然说是游戏就是游戏啦 嗯 我以前没有仔细看过这个部分 然后看到密奇写了以后 我就看说 这个他到底在玩什么 然后看了以后 因为对我们来讲 那个沟通交际式教学法 我们通常在使用上 会用的更实劲一点 就是说老师给出来的东西 没有那么多 那反而是让学生 去讲他关切的东西 他有兴趣的主题 然后呢 在讲的时候呢 他必须自己去 就是他真实的是 去跟他的同学 去讨论这个问题 那老师介入的那个角色 没有这么多 老师通常是会在那边晃来晃去 然后看就是说 你讲错什么 然后会收集一下 大家讲错的东西 帮大家整理 可是不会那么 老师不会在黑板上写这个句子 除非 因为我乍看 我那时候看到密奇有问题 我回头看 乍看的时候我想说 他是在练习文法吗 好像也不是 我当然觉得他写这一篇 中文很奇怪 他自己用的中文 对 这也是我的另外一个疑问 就是他这一段的这个中文 跟其他的中文不太一样 他 叶老师的书 一般来讲 他的语言没有这么深色 可是 就是好像是翻译过来的 就怎么会这样子 这一段真的蛮奇怪 而且他里头 引用到的学生的那个 说的那个话 也很生硬 就感觉起来不太像 比如说什么 假如你不同意别人的预测 你应该想到 你是公司的一份子 这种身份 这个 是日文吗 这一段真的是 比较奇怪的 不过我觉得 比较有意思的是 那个 孝勇在他的那个 共笔里面 把那个 你说张老师的很多东西 你觉得其实也是这种 沟通交际的方法 还有另外还有一位 不知道是谁 也写到沟通式交学法 就是说 在你的你的书里面 其实没有可以对应的单元 可是 就沟通式交学法 好像是那个 何淑珍那本 是密奇吗 对 密奇好像写到 就是 沟通式交学法的时候 何淑珍老师 他提出来的一些原则 对不对 就是 对啊 这个好像比较 好 好 嗯 我们就存疑一下好了 因为如果 这个 我实在是不太能够看懂 他的 他的那个内容 到底在在写什么 这样子 好 不过沟通交学法 其实是 嗯 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方法 不管是他的精神 或者是实际上 但是像他这个细节的部分 导致我们 其实没有 没有这样子用它 这样子 好 好 但是密奇提出来 另外一个问题 是我们必须要讨论的 就是说 沟通交学法 是不是比较适合用在 口说能力有一定水准的学生 还有 我们需不需要让学生 事前准备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就说 如果他 口语能力还不够好 那怎么沟通 期待就是学生 要有主动学习的精神 可是 可是事实上 如果你看那个 张静岚老师 在别府大学那个经验 你特别提到一个 就是说 怎么样让零奇卷的学生 可能离开教室的时候 已经会用一百个字 介绍自己 其实没有很惊人 因为你还可以包括数字 比如说 我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这个 哇就可以讲很多 这样子 然后那个很简单 因为光你一百个字 你只能讲什么 我叫 我 也许是我姓什么 我叫什么 然后我是不是学生 然后我是哪一国人 然后你再加一个 我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然后我喜欢什么 如果你讲我喜欢的话 马上就可以讲很多了 所以这个是可以透过 讲义的辅助 就是像是我给大家看的 那种做法 就是说有图片的讲义 什么这些辅助 就可以很快地达到的 我要讲的是说 这个准 应该分两点讲 第一个是说 这个是不是一定要一定的 口语能力 不是 你可以在第一节课 就做这个 而且很有效 为什么呢 因为学生如果发现说 他一开始就具备有一些 他就可以在第一节课 得到一种沟通的技能的话 其实他学习的意愿 会大大提高 所以这个并不需要很那个 不用把它想得太复杂 但是学生需不需要做准备呢 看你要讨论的东西是什么 事实上是这样子 因为叶老师这边举出来句子 虽然我们看不懂 他具体的实行方式 可是显然他讨论的议题 都是需要相当多的词汇 那这些一定要准备 那这些呢 有几种方法 是老师提供单字表 是一种方法 可是这个都不如 老师先跟 先提供主题给学生 让学生回去准备 要来得好 比如说老师可以先跟学生讲 我们下个礼拜 就是要讨论 这一个礼拜 世界杯的 竞赛的 结果 世界杯足球赛 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玩 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 如果我们自己不看足球 能不能讨论这个 最好不要 要不然的话就是 你要找到班上有能 和爱讲话 但又爱看的人 那要不然的话 你就得要很用功的去看 而且看了以后 你也不一定弹得出来 但是就是说 老师在选择议题的时候呢 如果自己对这个议题的掌握程度 不是很深的时候 必须要找到补救的方法 不能说就是我也不熟 你们也 然后再 第一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说 你的学生对这个议题有没有兴趣 如果你班上全部都是女孩子 然后你跟他们讨论 世界杯足球 可能有个别人很感兴趣 可是其他人可能更有兴趣的是 问你说新竹到底哪里有便宜的衣服可以买 就说这个其实是完全要看你的对象 那像这种沟通交际的话 在我的认知里面 题目越实际越好 而且是越跟他的生活有关系 他越关切的东西 效果越大 反倒是说这种 叫他特意去接某一个句子 除非说他要训练的是词汇或者是语法 不然的话没有必要这样做 就让他们讨论就可以了 好 所以这个是在沟通交际上面的 好 那另外有一个是 刚刚在讲文化跟教学法有关系的东西是说 密奇提到一个东西 就是说可以找一堂课教学生 中国人对亲戚的称呼 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叫做地雷 好 为什么叫地雷呢 这个必须要做很完整的准备才可以 首先你要看你学生的程度 有一些老师呢 因为已经知道这个是中国文化的课色 所以很喜欢在华语一的时候就教学生这个称谓 可是这个是 你如果想把你的学生搞昏倒 这是最好的方法 好 那 也不是不能教 但是你要很好准备 准备是什么呢 有一些教材里面有那个亲属称谓表 最好是带图的 而且是简化版的 就一开始的时候先给他看怎么样 那要不然的话就是老师很会画画 就是你就跟他画那个family tree 然后告诉他说这个怎么样怎么样 这样讲上去 那为什么是地雷呢 因为呢 这个称谓呢 它不但是个别差异 不但是那个很多 而且呢 它还有一些方言跟这个 这个 这个 习惯用法的 这个 这个 就是说 比如说 这样说好了 你可以说 祖母 对不对 祖母 大家可以想到祖母 还有可以叫什么 祖母 奶奶 阿嬷 对不对 他们既然在台湾 他们最常听到叫阿嬷 对不对 祖母奶奶阿嬷 好 这是三个了 光是这一个 祖母好像是父母 爸爸的妈妈 奶奶是父母 谁跟你说的 奶奶也是爸爸的妈妈 我以前听过这种说法 就是他们两个是被分开 要不然你要想一样 是啊 是外婆 外婆 对外婆 祖母跟外婆相对 祖母跟外婆 那奶奶的话呢 一般来讲指的还是爸爸 那如果是外婆的话 是叫什么 有人叫婆婆 对不对 然后有人叫什么 这差异太大了 就有太多那种很可怕 所以那个是一个大地雷 那我曾经跟学生上过一次这个 那那一次呢 效果非常好的原因 是因为班上有一位倒霉的 正要成为台湾女婿的外国人 然后是她提出这个问题 她说怎么办 我们那边有一大堆亲戚这样子 然后呢在场又刚好有 有这个韩国学生 有日本学生 有亚洲的学生 也有欧洲的学生 也有欧洲的学生 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是 还有印尼的学生的样子 反正就是说这个 这个从这里面去讲 那文化差异很好玩 有的国家会特别去分这个 但是分到这么细的 大概还是只有中国的文化里面 会分成这么细这样子 那那一次的话 因为有一个表 然后再加上全身本来程度就还不错 然后再加上又有一个 现身说法的倒霉鬼 就在讲她那天去的时候 叫阿姨叫什么叫一大堆 那所以就比较好玩这样子 那如果说初级班或者什么的话 那你要讲的是比较 就要限立在一个范围里面才行 然后密奇还讲到一个 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就是说可以透过询问学生 他们的语言里面有哪些taboo 来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你这里的taboo主要指的是 语言里的还是文化的 还是什么 比如说什么 我会提到个问题 是因为我看了一本 跟社会语言学上关系 然后他就有特别提到taboo 他里面指的taboo是 比如说像我们中国人 不会直接说他死掉了 我们会说 OK 所以是围挽语的用法 对不对 什么翘辫子挂了 对 这是两个另外 不一样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不说 那不说的话用什么来取代 然后根据身份抵尾 有一些不同的说法 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文化议题 不过也是中级以上 就是说这个的话初级如果开始就在讲 那就可能就比较痛苦一点 学生可能也没有办法知道 那个点在哪里 这样子 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好用的 而且呢 我看到最近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就是我们交大做了一个调查 好像是说什么 刚看到交大的首页 有一个非常好玩的调查 直接给大家看 最受欢迎及最不受欢迎的行为 就是校园最受欢迎及最不受欢迎的行为 好 那就起了很多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很好玩 因为呢 我曾经好几次给学生做过类似的活动 是什么呢 就是说请他们告诉我 他最受不了台湾人做什么事情 还有呢 他觉得 就觉得哪里好 觉得哪里不好 或者觉得说 除了讲台湾以外 还有讲说在你们的国家 你觉得你们国家 有哪些行为是你很受不了的 然后你自己就觉得 好丢脸我的同胞 还是说有哪些行为 你是觉得说 这是我们的国家特有的 但是你觉得很值得推广的 就是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很好的文化议题 而且在讲这些的时候呢 学生比较有说的动机 首先他具有比较多的知识 那尤其是 像我刚刚讲的说 抱怨台湾有哪里让人受不了 通常这种课都没办法下课 学生就会一直讲一讲 他就发现 原来我们这么可怕 千奇百怪什么什么都跑出来 这样子 所以这个的确是一个比较好的议题 好 那我发现 今天因为提纲没有办法印出来 所以有一点凌乱 就是在那个 好 我一开始提到 就是仁奇提出来的那个问题 关于那个 他问的其实比较细 就是说 文化知识 要怎么样事实地摆入课程的内容 它比例应该是怎么样 还有呢 就是说 如果被学生问到要怎么反应 而且他还问了一个 他说 如果是被问敏感的话题 要怎么样 避重就轻 我们一个一个来想 就是说 文化知识 要怎么摆入课程内容 比例是多少 这个有固定的比例吗 大概都是随机补充 补充吧 好 但是呢 你在备课的时候 就可以把这个东西考虑进去 就是不管这些课本讲什么 那你在准备的时候 你如果想到相关的文化议题 就可以抓进来 好 那而且 有几种方向 有的是从词汇来学 好 就是说这个词汇提到这个 那有的是从课本内容的主题来学 比如说课本如果说 除了爸爸妈妈以外 又出现其他的亲戚 那就可以开始趁机介绍这个东西 那也有一种是 是 就是 我刚刚讲的就是 根据学生的需求 就学生现在对这个东西有兴趣 那补充进来 还有一种我们最常用的是 节日 节庆 就是因为 每年 各个时间都有不同的节庆啊 或者是什么 这些 这些东西都有它的文化意涵在里头 那其实 最基本的像三节 就是过年端午中秋 这个 到底是什么 一定要跟学生讲 不能让学生说 而且这个初级就可以讲 不是学生学了 学了一年的中文以后 还不知道那个 过年端午中秋是什么 这个对中文来讲意义重大的节日 然后另外那种有好吃的有好玩的 比如说元宵啊 什么这也可以讲 然后像七夕情人节 这也是很大的热点 就是说这些东西呢 其实那这些东西呢 你们如果要教这些东西的话呢 其实我们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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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准备 那教的方法不一定是 老师一直跟你讲说什么样子 你也可以让学生 你跟学生讲哪边有资料 他可以去查 他们来报告 然后呢 报告的人还要负责接受同学的提问 那同学会问他很多千奇百怪 那当然有时候答不出来 老师就在旁边帮忙 那如果都答不出来 那就再去查资料 那就是这个 这个就可以做很多 设计很多活动 那也有老师会直接就 带着这个剪刀跟这个 这个 酱虎就来做灯笼 那或是什么 这个也很好玩 啊 而且像做灯笼 就是做劳作这种事情啊 他可以学的东西还非常多 因为包括说你怎么讲 怎么去指示他们怎么做 这些可能都是 都是中文的学习 所以学到一定的动作以后 呃 学到一定的句法跟词汇以后 比如说学了把字句以后 他说 把这张纸拿出来 呃 然后把这里折起来 把什么什么的 这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他一样都可以是语言学习 好 所以呃 不管是 应该这样讲 就是因为语言它 它是一个沟通的界面 所以你在教文化的时候 语言当然也在里面 然后你在做活动的时候 那个语言也在里面 好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计算 文化的比重 但是事实上 你不用担心说 我会不会教了文化 我就忽略了语言 好 除非你教的太深太难 然后比如说 你必须要完全的用英文 或者是对方的语言 来解释很多事情 那这个就比较不是 适合放在语言课里面 教的文化的议题 这样子 好 那我比较有兴趣的是 任其提到的后面这个 如果被问到敏感的话题 要如何避重就轻 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吗 比如说 你认为学生问你什么问题 你会觉得是敏感的 然后你会想要避重就轻的 我当时我是想到政治 政治 因为像 不是现在什么 中国的很红吗 可是你会 可能因为想要坚守自己的力量 可是他要问说 你们两个人是他在哪里之类 那你叫避重就轻吗 因为我觉得避重就轻 是一个很奇怪的说法 其他同学呢 如果别人问你敏感的议题 比如说他在讲政治议题 敏感议题 你会怎么样 比如说今天如果有外国先生 问你这个 你会怎么样 你会怎么跟他说 你会怎么说 你会怎么说 我会想到 我会注意的是比较广泛 就比较笼统 就是不要 尽量不要把自己的偏见 可能夹在中国那一边 或是夹在台湾那边 是偏见还是立场 立场 就是比较不要偏任何一点 因为 为什么 就觉得 呃 提供一个大想法 就可以让学生自己去思考 啊哈 可是他如果想知道 是你的立场呢 比如说有学生就很尖锐喔 那是直接跑上来 就老师你是蓝来绿的 那你怎么办 就是说反正没在怕 就是宗教会 可能会冒犯其他 就只是你的立场 不会冒犯其他人 那如果说有一个华裔的学生 跑来跟你说 老师我妈说绿的都是坏人 不不不不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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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你们会 好 所以那个秘琴是那个 很阿萨里的 就直接说的 对 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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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告诉他你的立场 对不对 对啊 OK 好 林小伟你刚刚说什么 你就是 你刚刚讲说我们应该上了 这是中文课 反正 哈哈 他们跟我们说的都是中文 在哪里 在哪里 我是什么 你听到他说什么了吗 你听到评语说什么了 好老干 好老干 你说好老干 我听错了 我以为你说好干 没事 所以你说现在在上中文 比如说我们现在上次中文课 那不管是这边还是对岸 我们都是说中文 你跟我学或跟他学 我的立场不重要 重点是你有没有学会中文 可是他就是想知道 就是他说老师我学中文 其实目的是要了解这个两岸关系 那你可不可以帮我分析一下 到底是怎么样 我刚才我的个人是专业不足于分析这个东西 你会不会觉得很讨厌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一个问题 如果今天你去学英文 那你想 也许大家不是一个对美国政治这么感兴趣的人 可是你有时候会想说 比如说我们刚好你去学英文 然后刚好遇到是美国总统大选 然后是候选人有欧巴马跟希拉蕊跟 齐名不可考 跟共和党的那个裴林 还有那个总统候选人 哎呀真的不可考 我这么快就忘记他 好不管 那你想知道 你会不会好奇 你也许会好奇 或者你只是想找 话题来聊 那你可能会问他 就是说你支持谁 或者是你会怎么问他 你会问他说你支持谁吗 如果是你们 你们没有问过你们的英文老师 这一类的问题吗 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 在座有没有人跟 这个 母语 像讲一句话 母语老师 就是有没有人跟外国老师学过外文 跟比如说跟英国人学英文 或跟南非人学英文 跟日本人学日文 没有 大家都没有这样的经验 一般来讲我们不会问 如果老师不是native speaker 我们不会问他 他对那个文化的想法 这个也是一个 在张金兰老师的书里面也写到一个 诶 是他的书还是另外一个 是他谁的书 就是说 就是 如果你是native speaker的话 人家会假设你对那个文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而且会希望从那里 从你那里得到一些答案 对不对 好 那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学习经验呢 都没有跟外国老师学过语言 没有 好 所以那就不太知道 我其实要问的是说 如果你跟外国老师学 然后你好奇 你问他了 然后他告诉你说 这个不是我们的 我们现在是在学语言 这个不是我们的这个学习范围里面 其实这个 会对学生有一点 就是学生会觉得说 蛤 会有点失望 因为他想要跟你讨论这些东西 他对这个东西有兴趣 当然你个人可以说 你对这个东西是不感兴趣的 你可以 你可以 但是学生其实比较喜欢跟活人 而不是跟机器人 或者是一个运送知识的人来学习 就学生希望他看到 他希望跟一个 他希望的那个老师呢 他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看法 然后呢 也有偏见 但是也知道自己有偏见 这是一个活人 而不是说就是完全是 我把这个 那个 那 我比较不赞成人体这边 用避重就轻的说法 其实也许你 你只是没有找对词 就不是避重就轻 就是说被问及敏感话题的时候 我们到底要 我们能够说多少 能够说到什么程度 其实这完全是看你愿意说多少 像我们刚刚已经看过阿萨利派的 然后有那个遮遮掩掩掩派 然后还有那个世不关己派的 这样子 都有 但是学生最想知道说 即使你不提供给他 你个人的立场 学生很想知道 我们该从哪些角度 我们可以从哪些角度来看这些事情 尤其如果你的学生 他已经是一个 语言能力不错 那他想要深入了解这个社会与文化的时候 那有的时候 你把他撇得干干净净的 对他们来讲 就好像把门关上一样 他觉得好像 他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文化语境里面 他真的很想了解这个问题 如果他在台湾想要了解政治的意义 他会得到很偏激的想法 什么叫做得到很偏激的想法 台湾的政治就是有点像是 介于被媒体操弄的一些状况 那你可以跟他谈这个 你反而可以 就是说有很多状况 其实不是说现实是好的 我们才可以谈它 其实现实越糟 能够谈的东西越多 包括说谈媒体怎么样被操弄 或者是说 你也可以问问他 为什么你们家媒体 没有那么会操弄 我们家就会 其实后来发现 大家都是这样的 就是有很多东西 其实你自己以为是 你自己特别倒霉或特别惨 那你跟他谈过以后 你就发现其实还好啦 大家都遇到差不多的话题 差不多的问题 而且像偏激或什么这些 这些想法 都还是带着一种色彩 就是觉得有不偏激 有中性 有什么什么 可是事实上 我们人不是活在那种 透明的环境里面 那我们的语言也不是透明的介质 所以那个偏见一定是有的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们只能透过了解它 分析它 不是去避免 而是去看 我们应该要 怎么突破那层障碍 而是没有办法说 就好像假装没有 或者是避重就轻 其实避重就轻 你讲难听解 应该是有比较糟糕的词汇 因为学生会觉得说 你好像是 没什么诚意 或者是怎么样 对 所以在文化上面是这样子的 那最后讲一个东西 就是说 我本来写了一大堆关于这个 就是说从宣扬到解释 就早期我们在讲教华语的时候 几乎是不可避免 每个人都说 为什么要教华语 因为我要宣扬中华文化 那现在没有人讲这个话了 没有人讲这个话 除了孔子学院 没有人在讲 为什么要宣扬中华文化 大家要讲的是什么呢 因为已经有一个 比较明确的认识 就是尊重差异 尊重差异 而且了解说 在地球尊里面 每个国家各个文化 都是必须要被尊重的 所以到后来变成是说 我们去找到差异的点 然后去解释 为什么有这样子 然后让你的文化 变成可理解的 这个是我们在做的工作 因为很多时候 学生会觉得说 不可理喻 你们为什么这样子 那你是让它变成可理解 这可理解 并不表示说是合理的 或者是说是应该的 它有时候只是可理解 让你知道说 我们背后的心理原因是什么 所以对文化我们的那个角度 就从我要你了解我的文化 变成是说 让我来告诉你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想 这个是一个 这个未知的立场的转换 那我觉得在未来 恐怕后面那个才会是 才会是主要 我们应该要努力的方向 然后至于说宣扬什么 不管你有多爱它 因为有同学也提到 就说 是不是台湾老师 都一定很爱凡几字啊 或者是什么什么 这些东西 你长期跟一个东西相处久 就会有感情 对不对 而且它有文化遗憾在里面 可是呢 这个并不代表什么 就是它并不代表说 你要死守什么东西 或什么 这个在现在这个时代 变动这么快的时代 你再去讲坚守什么 它都会变成一种 越认真就越显得 有一点悲凉的姿态 所以呢 大概就是几个 有点凌乱的讲到这边 那下一次呢 没有地雷了 接下来的章节呢 会比较吻合 因为大概都是比较重要 因为我记得下一次 我们要进入语音的部分 那有个同学搞错了 不知道为什么 这次就把语音拉进来 不对 语音是下一次的 语音教学 这个是下一次 而且很重要的就是说 汉语拼音还没搞定的 赶快趁现在 因为语音教学里面 一定会讲到这些 所以把那个汉语拼音 自己搞定 如果还有疑问 大家可以试着 拼写一些东西 那如果还有疑问 有几个网站可以核对 那如果对了半天 还是觉得很困难的话 下次赶快提出来 我们再下次一定要把 这个语音的一些东西搞定 那下次有一些东西是很实际 而且需要去记得的 那我不要求各位说 下次就要背 然后就要小考 但是下次读的东西 在你们期末的 那个模拟考试里面 一定会出现 当然是华语教学概论 就是华语教学 就是那个 一号 一号 一号科这样子 好 好 好 一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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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